当我们想鼓励人改变的时候 很多时候有些人只是说你要悔改 我们现在示范是怎样帮助人悔改 这个只是吩咐 只是律法 我解释一下律法跟恩典的分别 律法是人要做什么 你要悔改 你要信主 你要尊重神 你要敬拜神 你要爱神 有爱也是律法 你要做什么就是律法 律法中最大是爱神 第二是爱人如己 所以律法做的这一点很重要 律法的吩咐是人做的 然后律法还有惩罚 这个惩罚是从神对人的 神可以管教人 神可以惩罚人 神可以在旧约和新约 也要杀死犯罪的人 这个也是律法 神的惩罚 神审判人 这个也是律法 恩典是怎么样 是神对人做的祝福和帮助 神拯救我们 神改变我们 神加力量给我们 神带领我们 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赐 神赐给我们力量 神感动我们 神感动我们 安慰我们 赐给我们赏赐 这些都是恩典 恩典是我们医生人不停尽力的 你信耶稣的话 你总会有恩典在你身上 当你悔改信主的时候 神的平安 轻松来到你身上 这是恩典 神会带领你悔改 这是恩典 神会加力量给你 这是恩典 但很多人 因为他们在律法中长大 所以他们很少长恩典 他们思想都是律法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这里我示范给你看这三方面 第一 有些人讲律法 持续说你要悔改 你要信主 你要祷告 你要读圣经 持续你说你要你要 你要的话就不需恩典推动 就好像夫妻两个人 你要洗碗 你要洗衣服 你要发好衣服 就是你要做 你要做 你要做 这种话 每天听的时候 你每天醒过来 你的配偶就对你说 你要做什么 你要清洁 你今天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做好什么的话 你每天都是这样做 人会累 就没有长久的动力 好了 第一种方法 第二 有些人会讲 你要做什么 然后神祝福 这也是恩典 你悔改 天上为你欢喜 神就赦免你 这个也是恩典 但这个恩典不是最大的恩典 最大的恩典是第三 首先神主动做的 首先神圣灵 多次的耐心的感动我们悔改 这是当我们未悔改的时候 他人是耐心的感动我们 当我们回应神而悔改的时候 他就唤醒 当我们回应神去离开神 离开 对不起 离开罪和尊重神 神就很欢喜和大大的祝福我们 这是从头到尾 献讲神的恩典 我现在用 这是言语 言语形容出来 这是当我们还是犯罪的时候 还是做罪员的时候 神已经不用看这个 就看着我就可以了 神已经定义要救我们 当我们还做罪员的时候 耶稣已经来到世界上 神已经预备耶稣为我们死了 这是神的爱 就是当我们还做罪员的时候 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 然后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 神就感动我们去悔改 但很多人不愿意悔改 神没有放弃 他继续的感动 继续的帮助 继续的提醒 有些时候神也会用一些精力 帮助我们悔改 有些时候犯罪 就会有一些破坏性 例如有人犯罪 讲 说谎 被人发觉就有后果 这个后果会令他悔改 神也使用这些负面的精力 帮助他悔改 感动他 然后当这个人回应神了 神就很喜悦 他就会加给他力量 帮助他去 离开罪 有力量离开罪 有力量去尊重神 有力量去 凡许 尊重神 神就很喜悦 神就提升他的生命 去到更高的层次 神看到人 真心的悔改 并且真心的尊重神 神就很喜悦 就提升他的生命 这样讲恩典 这是从头到尾 他是创始成重的神 你明白这一点吗 有些人讲恩典 只是说你悔改 神就赏免你了 这个是恩典 但首先讲了 你做什么 然后神就祝福你 但我们讲的 不但是我们做什么 我们还没有做什么事情 狠乱犯罪 没有做什么改变 神已经感动他去悔改 让他感受到犯罪的后果 感动他去悔改 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 就是你们都没有心去悔改 你犯了罪 你觉得是应当的 你骂人的家人 你觉得是应当的 然后你骂人 你的心里面觉得不舒服 圣灵在感动你 然后神就一步一步的 感动你悔改 有没有这个经历 这个就是神 当我们还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神已经开始祝福我们 这个所以是创始成众的耶稣 请你放在记忆里 我们讲恩典的时候 是从头到尾 不但去说我们赠从神的 小神的祝福 好了 我们鼓励人去赠从神 有限只去讲 你要做什么 你要赠从神 这是什么 你要赠从神 这是恩典还是律法 这是律法 人要做什么是律法 律法有两种 第一种 你要做什么 第二种 神惩罚管教 审判 这些是律法 神也是神对人的 但是惩罚的 管教的 这个是律法 好的 律法两种 一种是我们要做什么 赠从神 爱神 适奉神 悔改 离开罪 这些是律法 恩典是 神为我们做 帮助我们的 神 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改变我们 赐力量给我们 赐恩赐给我们 都是神帮助我们的地方 我想问你 你听到神帮助你 神感动你 神带领你 为你预备奇妙的计划 你觉得开心 还是你听到 神要惩罚你 神要管教你 哪一样比较开心呢 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第一种 哪一种令你更有动力 神欣赏你所做的 神给你动力 神为你预备 机会 神给你恩赐 这一种还是 你不做 神就要惩罚你 你是又恶又懒的人 哪一种 给你更大的动力 去赠从神 第一种 都是恩典 是不是 你的父母对你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的父母说 你不听话我就打你呢 我就不准你吃饭 这种有效还是你爸爸说 啊你有努力读书 我很开心啊 你有进步 我很开心啊 你真的有努力去读书 我就真的很喜欢你啊 哪一种更鼓励人啊 第二种 你喜欢 很多人用的还是第一种 很多人用的还是第一种 是不是 第一种还是对来 还是有效 你以为有效 去当时有效 当时有效 去 短暂的 钻石的 但你想这个人长期的赠从神 而且有无限的动力的话 必定是他明白神的恩典的奇妙 神怎样有奇妙的计划 这样的话 你明白的话 你的动力会更长久 我想告诉你 有一天 我现在形容神的 计划 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 神就打开我们的生命册 在西篇139篇16节开始 这里说什么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于日 都已经写在你的赤上 所以在天上 神已经写了很多 非常美好的计划 神要怎样祝福你啊 提升你啊 给你恩赐 给你能力 给你预备机会 给你 供应你 都是神已经写在天上 有一天 不要拍我 不要拍我 有一天你去到天堂 发觉神为你预备 是非常奇妙的恩典 然后你就说 如果我在地上的时候知道 我就会说 原来我的生命 是这么高度的发挥 但现在我们知道了 神不会有一天 在天堂对你说 对不起啊 我为你预备的计划 都是不好的 你会被 你会人不喜欢你啊 你没有朋友啊 你做什么都失败啊 神会不会说 我的计划就是你 什么都做不好了 会不会啊 不会的 你觉得神的计划 跟你现在的生命 是一样还是更高了 更高 更高 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 神已经为你预备 非常高的恩典 非常大的预备 如果你今天听这个道 讲到神的美善 神的计划 你就相信 神原来为我在天上 已经预备好这个计划了 我没有想到神已经为我预备好 当我听话的时候 祂一步一步帮助我进入这个计划 你是不是更有动力去尊重神啊 这个是长期的影响 但如果你只是这样说 你不听话将来你什么都做不好啊 你的生命就会失败啊 你什么都失败啊 这样的话 可能他马上会改变一下 但这个改变会不会是长期啊 你不听话将来神要惩罚你 打你啊 他会不会 神要叫来打我 我要听话了 就会这样啊 会不会很有动力很开心的 说我要尊重神啊 会不会啊 不会 他是被强迫去尊重神 但我们知道神的美善 你自动去尊重 我用起初的比喻 我用起初的比喻 这就是说 你跟你的配偶 如果是每一天 你的配偶说 你没有洗碗啊 你衣服洗不好啊 每一天都是这样说的 是不是有一天他说 我要现在要回老家几天 你就会很开心了 因为他今天不会啰嗦我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的配偶 每一天都是说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然后有一天他说 我要回老家几天啊 好不好啊 你就心里说 很好很好 你最好回家老家 更长的时间更好 我就更开心了 因为你每一天都是啰嗦我 是不是啊 有人喜欢啰嗦吗 如果你听到 每一天都是啰嗦 很多讲道人不知道 他们每天都是啰嗦 好像妈妈 很多妈妈都是啰嗦 你要祷告啊 你没有祷告 你要悔改啊 你要尊重神啊 你不尊重神 神不喜悦你 他们不知道 他们就是好像妈妈教导孩子 就是你要做你要做 然后你没有做就会有惩罚 玩家 这样的动力强不强啊 你发觉很多人很有动力 全心服侍神 因为他们经历过神的爱 他知道神的美善 他知道神真的有奇妙的计划 他就有无限的动力 有些人曾经去过天堂 他们说 看到耶稣的眼睛充满爱 耶稣的表情充满爱 耶稣的拥抱 接纳充满爱 他回到地上 他说 我很愿意侍奉神 因为我知道神将接纳我 你想不想经历一下 看一看耶稣这样 对你笑啊 很开心啊 会不会给你很大的动力啊 如果你见到 但如果你去到天堂 耶稣就打你了 你也不听话啊 你也没有做好啊 可能你会惧怕 但你适风的时候 都不会开心了 是不是 我要做我要做 因为否则神要打我了 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神都是讲很多的恩典 一杯两水 给一个小姐都不能不得赏赐 这是不是恩典啊 你做些少的事情 就得赏赐了 神为我预备的计划 是不是恩典啊 给你恩赐能力 喜乐平安 同工 弟兄姐妹一起配合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配合 是不是都是恩典啊 是 所以我们就看到 神是充满恩典的神 神有律法 但神主要鼓励人 不是用律法 是用恩典 所以这些孩子 你也可以告诉他们 孩子们 看着我啊 你是很宝贵 有一天你可以好像我这样 做更大的事情 你希望吗 阿们 你可以做很大的事情 你这样来 因为神很看重你的 你相信吗 每一个孩子 你的生命是很宝贵的 不要轻看你年轻 不要轻看你 不要以为你不能做大事 你是很重要的 你是很宝贵的 你相信吗 相信 你跟从神的话 你的生命就提升 我告诉你 我信耶稣的时候 我去十九岁 我知道神很美善 我就听话 我就听话 神就为我开路 很大的路 我前面的路 我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我是出生贫穷的 但神我预备很大的路 我就 你将来也会 神也会为你预备很大的路 好了 我们现在继续 怎样用恩典鼓励人 赠从神 判断鼓励人 赠从神就是用律法 你要赠从神 你要悔改 你要传福音 你要做什么 第一 第二 是你赠从就有祝福 这是对的 这不是错 第一也是对的 赠从神是对的 重点是 恩典从哪里 力量从哪里来 神是用恩典推动我们的 第二种是 当你赠从的时候 神就祝福你 这个 没有错了 也有恩典 这句话 赠从是律法 恩典是祝福 有 律法 也有恩典 但下面所讲的 是神怎样改变我们 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赠从神 在整个过程 神就帮助我们 神 首先 祂更新我们的生命 赐给我们 重生 然后圣灵 住在你的心中 我们可以鼓励人的 你有没有感受 你的内心 有圣灵感动你 去祷告 去爱神 有没有这种 圣灵的感动 犯罪 有没有感受 圣灵提醒你 你不要犯罪 有 你要 这个是圣灵在里面 感动你 有些人说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基督徒 我说 你犯罪有没有觉得不舒服 你有觉得不舒服 这是圣灵在里面感动你 同时 你会不会说 我不要离开耶稣 我要信耶稣 继续跟从耶稣 有没有这种动力 有的话 也是圣灵在感动你 所以当你会悔改 当你会信靠耶稣 也会有动力 遵从神 以前可能你会骂人 现在你说 我要善待人 对人说好话 这是圣灵有没有感动你 这样对人更好 有没有 这个就是神 在里面的感动 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神住在我们里面 是不是很好的礼物 神陪伴我们 所以我们不用怕 这是有一天被逼迫 有些时候 我们基督徒会被人计笑 被逼迫 甚至有一天可能被人打 可能被人杀 不要紧 因为就是为耶稣被人杀 可以马上去天堂 而且有很大的礼物 很大的赏赐 这个时候神还是在感动你 所以这个圣灵是非常好 神陪伴我们 一生人都有神的陪伴 是不是很好 很多人讲到圣灵内住 继续讲圣灵在里面 但我们尽量将这个形容的 能够人想到非常美好 我跟你用一个比喻 如果有一个很强壮的人 很强壮的人 每一天陪着你 有没有人敢欺负你 因为你有一个很强壮的人 跟你在一起 我们现在有一个比人更强壮的神 他能够很奇妙的神迹性的保护我们 虽然基督徒有受逼迫 而且被杀死 但基督徒在被逼迫的时候 也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能力 神的陪伴 神会为我们开出路的 其实很多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 神为他们开出路 让他们能够逃避这个逼迫 能够为他们开出路 这个就是神会陪伴我们 我想问你 有一个有聚会聪明的人陪伴你 每一天告诉你怎样 可以更有聚会好不好 好 但现在是聚位的神 有能力的神 而且是喜乐的神 开心的神 有祝福的神陪伴你 好不好啊 是不是更好啊 所以我们想到神内住 圣灵内住 所有你需要的 神都会帮助你 但有些人说 没有啊 神没有帮助我啊 哎呀 我很缺乏 很多方面都缺乏 我告诉你 我们都有些时候会缺乏 我也曾经有缺乏的时候 但神总会开出路 当你听话 你爱神听话的时候 尊重神 神就为你开出路 我曾经有长时间 当时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我以为会更容易找到 信封的岗位 但其实当时找不到 但神为我一步一步的供应 我就看到神的供应 神的陪伴 你们可能说 你现在有些困难 你有些困难 好像很难克服这些困难 但你爱神 尊重神 祂必定为你开路 你觉得神从圣经里面 或者从你的生命中 你有没有看到神 各方面祝福你啊 有没有啊 有的请你举手 有谁看到神 各方面的帮助你 这个是神的证实 好了 谢谢你 感谢主啊 感谢主 但有些人说 神帮助我很多 但有些事情还没有帮助我 有些人这样说的 曾经帮助多不多 很多 但还有些地方没有帮助 所以人就说 神啊 你什么时候帮助我啊 我很惨啊 很苦啊 你快来了 因为我现在面对困难啊 人就是看到 有些地方神没有帮助 就很着急了 但其实我们可以说 在有困难的时候 我依靠神 还有平安 还有力量 还有神的同在 还有神的带领 是不是很好啊 是 这个就是明白 原来神是这么 美好的陪伴者 带领者 气能力的神 是智慧的神 是喜乐供应 每一方面 虽然我们都有缺乏 但当你依靠神的时候 你会有足够的供应 让你能够适奉神 不要看 但我们明白的时候 圣灵是这么美善 是不是很轻松啊 是 我告诉你 我很轻松的 因为我知道神必定开路 神必定开路 因为神已经应许了 圣为我们预备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 在你们受虚探的时候 总要为你们开一条出路 就你们能忍受得住 神必定开出路 所以这个圣灵的同在 神的同在是很大的恩典 可以很各方面去形容出来 神这么 同在是这么奇妙 每一天 耶稣在陪伴 这是耶稣 常常陪伴 圣灵常常陪伴 好了 我们现在继续讲 神帮助我们赠从神 首先祂住在我们里面 祂感动我们去赠从神 祂赐我们能力 当我们 而且将圣灵放在我们里面 上面有讲了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会不停地感动带领 赐能力 智慧聪明 然后当我们回应圣灵的时候 当我们立即 圣经说什么 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 里面立即行事 都是神在里面运行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当我们立即行事 就会是神感动我们 当我们立即尊重神 你们立即在这里学习 你有没有立即说 我要学到耶稣所教导的 有没有啊 我要学得更好 当你立即的时候 是神感动你立即 神会很喜欢 神就祝福你 神就喜悦 然后当你在行动上尊重神的时候 你真的帮助人 关心人 神就纪念和赏赐 并且将我们放在 祂奇妙的计划中 你看到我形容 从头到尾 祂是创始成终的耶稣 从头到尾 这样祝福我们 是不是很奇妙啊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希望我们能够这样鼓励人 这是鼓励人 赞从神 这是神 我现在就是但是用言语啊 神已经老早 已经有预备 有计划 祂拣选我们 拯救我们 将圣灵放在我们里面 将永生放在我们里面 祂带领我们 祂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 当我们不听话的时候 圣灵还是继续做共 当我们听话 神就很喜悦了 神就很开心 这个人听我的话 我很开心啊 这个人听神的话 尊重的时候 神就将个人的恩典赐给我们 就赐更大的能力 去会聪明 是不是很美好啊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是不是我们可以很轻松啊 原来神用这么多的努力 去帮助我们 是不是很奇妙啊 哈雷路亚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好了 那我的意思是怎么样 当我们鼓励人的时候 不但是说 你要祷告 你要悔改 你要正从神 你要传福音 我会思想 神 做了什么工作 去改变我们 帮助我们 怎样去 赞从神 怎样去悔改 怎样去 侍奉神 传福音 都是神做共 而且当我们 福音 神就很喜悦 神就很开心 神就祝福的 例如我用一个比喻哈 很简单的 三分钟讲完哈 神 我们鼓励人去 传福音 我们可以简直说了 神看到世界上很多 虚伤人 神很伤心 神很想拯救他们 神不会用天使拯救他们 神会用人 神就感动人 他就在我们里面做共 当你看到 卫信主人 里面会不会有一种心 关心他们 想他们得救 你的父母 你看到你的父母 你的亲人 你的邻居 你的心 会不会有一种心 我很想将来 他们也在天堂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动力 所以神首先改变我们 更新我们 因为神有怜悯人的心 他看到一个罪人去地狱 他的心是伤心的 他看到一个人去天堂 他很开心 每一个人你拯救的 神很开心的 神就当你有这个心 福音神 神其实在每个人心中 都动工的 他都感动你 当你福音神 你关心人的时候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首先是关心人 神就很喜悦的 你有这个心 我要建立与他的关系 我要关心他 我要怜悯他 我要陪伴他 我要做他的朋友 让他觉得 与我一起是开心的 神就很喜悦 然后神就会给你策略 怎样传福音 用什么话 他也会带领你的 我自己当我出信主的时候 我发觉传福音的时候 突然 我说话就很流利 我以前小了小 说话都是断断续续的 但我心里要说传福音 我的说话就很流利 我感谢神 就是神给我的聪明智慧 你们有没有这个情况 当你传福音的时候 就好像说话就很流利 有谁有这个经历 请你举手 有谁当你传福音 你就开始觉得 哇 我说话跟以前不同了 有改变了 请你举手有多少人有这个情况 这个就是神给你这个能力动力 原来神会改变我们的生命 给我们动力 也改变我们的口才 赐给我们口才 去会聪明 让我们能够去传福音 然后神就感动我们 你去关心这个人 他会感动我们 帮助某一个人 像这个人传福音 做他的朋友 然后你回应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 神就很开心 神就能够做功 透过我们的话 神就透过你说的话 圣灵就感动这个人 你告诉这个人 神爱你 神要祝福你的心 神要祝福你的生命 这个人听到 有些时候就会有一句话 进入他的里面 你现在生命有很多痛苦 但神要医治你 安慰你 祝福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就会提升的 神就会透过你的话 感动他 因为神就会透过你去祝福他 然后你传福音 神就给你聪明智慧 也会使用你 就叫这个人信耶稣 带领人信耶稣 神就改变你 然后你每一次传福音 神就记录 你曾经像谁传福音 神就记录 神就赏赐你 今生来生都赏赐 传福音的神 这人是神很喜悦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其他的好事 都不能马上带领人进入天堂 但传福音是能够带领人 离开地狱 进入天堂 只有一个灵魂脱离死亡 是神很喜悦的 所以祂必定喜悦你 这样的话 你想不想 真的做神很喜悦的事情 有些想你传福音 祂还是不信 责任不许在你身上 神还是喜悦 神还会赏赐你的 你传福音祂不信 不要紧 不用担心 你这些做你可以做的 但用平安喜乐的心去传福音 告诉人神善待你 神爱你 神看中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会变得更美好的 这样的话更能改变人 让他看到神的美善 这样鼓励人传福音 这几月就是用这种方法 是律法的方法 希望我们都思想一下 怎样用恩典鼓励人 好了 我们其实再继续 我们现在站起来祷告 亲爱天父 我们感谢扎命你 感谢扎命你 因为你爱我们 你怜悯我们 神我们赠宠你 你必定祝福了 你必定陪伴我们的 都是你改变我们 我们能够去悔改 信靠主 赠宠神 都是你的恩典 都是你改变我们 我们感谢扎命你 是你的恩典 求你保守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 走在你的路上 神必定喜悦的 是神感动我们 倚靠你 是神感动我们 听到的小慧回应 感谢天父 求神的平安临在 你现在对耶稣说 耶稣我欢迎你 真的想着耶稣 想着耶稣在前面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欢迎你 耶稣我需要你 耶稣我需要你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请你充满我的心灵 请你更新我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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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亲自你 你就喜欢了 你喜欢我也喜欢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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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耶稣 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 我有个赞美主 Novemb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